我們可以去借鏡就是我自己在常常跑這個企業客戶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面臨到的一些組織文化的衝突跟議題 跟為什麼我自己一開始加入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去推這些新的維護或者是技術產品的時候 都要去強調這個組織文化 就是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進Ratehead之後就是有點像小紅樹 或是說就是組織都會發一些書 我基本上今天的很多內容都是基於這一本 就是我們之前Ratehead前CEO Jim Whitehurst 他有這本著作是叫Open Organization 有興趣也可以直接到YouTube去直接看他的TED上面的一些演講 好那關於這個 Jim Whitehurst他基本上他跟Ratehead的關係在 08年是當Ratehead的這個CEO 那其實Linux產品就是從1993年開始 那這本書的著作是在2015年 那之後就是 就是程度大家知道就是Ratehead被IBM收購 但是我們還是維持這個獨立運作的關係 那之後他就被請去當這個IBM做這個President 那基本上他目前也已經離開限制 就是跟這個作者 作者這本書跟Ratehead的東西 那這本書裡面比較多的去講他在加入Ratehead這個組織文化的這個發現 而不是說他怎麼去帶領這件事情 那他裡面書中也有去講 包括說他自己在面試這個CEO這個位置的時候 是在一個可能假日 然後可能面試在很一般的這個咖啡廳裡面 那甚至面試他的人還跟他借錢加油 就是他都一度懷疑就是自己是不是被詐騙 就是有CEO的面試會這麼草率嗎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那他自己去定義這個open organization 就是有幾個跟我們開源講的東西很像 就是怎麼去transparent 怎麼去包容 然後怎麼去合作 然後跟社群 那等一下後面也會去解讀 就是我自己從加入Ratehead之後 就去思考就是以Ratehead這樣子的一間公司 就是我們也沒有任何的智慧財產權 那我們的source code全部都是放在 放在網路上面 那為什麼會有人想要花 就是這麼高的價錢去購買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公司 好那這裡面有幾個 就是他自己作為一個Ratehead這樣子公司的CEO 他就有這個open leadership的問題 那他裡面也就想說 主要就是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有這樣子的open organization 那主要就是說他要把釋放團隊跟個人的潛力 而不是去很自私的去定一些KPI這些東西 那基本上他可以去討論然後feedback 然後合作 那去做到一些權衡 就是不管是對技術或者是文化或者是產品 都會得到一些權衡 那他自己定義說在這個一個開源的文化裡面 要得到的這樣子的 作為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應該要關注到的這些面向 好那這是他這本書裡面的第一章 就是他有說重包跟開源 那新的管理方式 就是他以前是在這個打美航空 就是比較傳統的可能階層式的一個公司 那他加入ray之後 他自己發現到的一些區別跟一些差異 那這裡面就去定義幾個面向 那第一個是從架構面 架構面就是要有一個持續性 就是我自己常常去客戶端去問說 怎麼去sizing 或者說怎麼去導入一個新的技術 那一般基本上都是抓三到五年的 時間去做這樣子的規劃 而不是說第一年 或是說一個專案就是草草上限 那從一個架構面 會有這樣子的思考方式 那再來是abortion面 就是目前大家很常去聊的這個SRE 那SRE的團隊就是譬如說 我到達一定的規模這件事情 它就是自然會去發生 那SRE團隊也是我目前在跟很多客戶圍運團隊在聊 就是我怎麼用 比如說我有六個cluster 我怎麼用三個人去圍運 那這裡面就會牽扯到的很多的自動化文化 跟這個傳統的做事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那product manager就是 他也回答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為什麼我們搞一個微服務平台 我為什麼要去聊組織文化這件事情 就很奇怪 但是事實上其實面臨到了很多的問題 包括說怎麼從project to product 就是我本來一個很大的系統模組 然後把它拆成微服務 拆成微服務之後呢 這些微服務跟微服務之間怎麼運用 你怎麼把這個微服務把它變成像是一個產品 比如說我今天 以前可能在過去每個系統都會有登錄 都會有通知中心 那26個系統就每個系統都有自己的登錄方式 都有它自己記憶沒有通知簡訊 那這個東西就是如果我把它拆成微服務 我把它拆成微服務之後 每一個模組像傳統以前我們認為的模組 它就變成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工程師是產品 它去推廣讓更多的其他系統 其他單位來使用你開發的這個function 那這就是可以做到所謂的project to product 那to product之後你的KPI就很好定 那你就要去推廣 然後你可以有它自己的成本清算中心 那你可以去推廣 你可以寫你自己的document 你就會用社群的方式在我們公司內部組織去運作 因為你自己就是去推廣這件事情 而不是像傳統 我這個A模組開發完 我又被調去做B模組 然後走一段回來 我早就忘記就是我去年寫的東西是什麼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歷程 就是我們通常在講這個所謂的user experience 不是只有對客戶 對我們企業內部的模組 KPI 文件的使用方式 那不好的體驗是什麼 就是我跟你說通知中心怎麼接 你就丟一份word 然後測一測 我還幫你debug你的文件 那這就是一個思維的轉型 那在開發的面向 有HR的這個mastology 跟這個link development 就是說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自己以前我自己是讀資管的 那資管裡面通常會教這個工業工程管理 那也就是說 但是後來我拿 我那一學期就拿掉了 那基本上資管本身就是我們應該是把重複的事情 把它做自動化的人 但是我們現在到很多就是產業 就是這些比較大的公司 你會發現就是這些IT 其實花了最多時間就是在做重複的事 就是開個VM 然後上班 就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自己本來就是要解決重複問題的人 但是常常反而就是IT部門 或者是開發團隊 自己反而是在做非常重複的事 那這個東西會去 在開發裡面去思考 那lipship的部分 就是說怎麼跨部門平行溝通 就是我以前就是我在SILO的組織架構 那我是開發團隊 我可能也很少跟其他的開發團隊 我是微運團隊 或者是B 其實是很少溝通 那這樣子 基本上 在後面新技術導入的時候 通常都會帶來很多的延伸的議題 那等一下後續我會 我會繼續往 朝這個故事線往下說 那在領導的部分 就基本上要去做這樣子的協調 就是我從策略面 然後從穩定性 然後在技術上面 怎麼去取得一個平衡 就是每個部門 那這東西是很難做到 因為每個面向看的都不一樣 就是架構會有 企業架構 會有專案架構 那我們的產品 會面向的是這個BU 那在微運跟開發團隊 他可能想要最新的技術 就是我可以兩行call就寫完 我就要導入這個新技術 但是常常圍運團隊根本就 沒有圍運這樣子新技術的能力 那這時候就是 怎麼在中間做一個取捨跟平衡 那這本書裡面也提到一個 重包跟開源的差異 那Open Source的部分就是說 我很快的把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開出來 那後面會有人去可能 可能我這行call寫的不好 有人會來幫我改 或是說我有新的需求被放出來 我可能開Tiki 會有越來越多比我更好的人才去加入 所以它是一個很快疊代的一個過程 那重包的部分比較像是 它最早是從這個英國皇家海軍出來 就是它比較像是有點像比武昭青 就是我有一個很大的議題 就是我現在要搞一個 比如像很先進的什麼智能合約 那只要有學生有專題 你組隊願意來 就是誰可以突破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的Performance更好 我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它是Solution Based 就是比武昭青 或者是懸賞 就是誰可以給我出 這樣子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就給他一筆錢 那這兩個方式它有很多本質上的區別 很多的公司 包括很多所謂的外部顧問 都是用這個方式這樣子來的 就是我要玩AI 我要玩DataOps 然後就學校有做個專題 整個教授 整個專題學生就是挖過來 那就是屬於重包的方式 它是單點在解決這個問題 那後面會去講就是它跟這個Open Source的 整個本質精神上的一些差異 那這邊是一個開發的成本 就是從Open Source到重包 然後Outsourcing 然後跟自主開發的一些區別 跟它的成本時間對照 那基本上從使用者參與度 因為一般我們講這個Insource 就是我自己也是從AP開發出的 就是你自己找幾個可能 今年組織個KPI 那你就去設計這樣子的架構往下跑 那把東西做出來 然後先推出第一版 然後再看等使用者上去 那跟回過頭來 從Open Source這邊就是我的東西是開出來的 那我的使用者有問題 我的公單都是可以很快的被解決到 那使用者參與的等級也是不一樣的 就是Open Source這邊下來 就是使用者參與的開放性是越來越高的 那左邊這種就是有一些專家技術 它先推出來 然後才慢慢出來 所以它是要不要Outsourcing 還是自主開發 這也是我們在做專案管理上面 或是說在制定產品策略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議題 那今天講的就是說我們怎麼在 能不能 因為我知道像很多的企業組織內部的東西 它都是沒有辦法說我直接用開源 那這個精神其實是沒有局限的 好 那大家常常去聊 就是Top Down跟Button Up這兩件事 那從傳統的這個組織架構裡面是Top Down 就是我先有可能CIO CEO 我們定義好今年的一些KPI 就是因為盡管會怎麼樣怎麼樣 我要做什麼什麼事情 那就開始去定目標 說什麼系統要migrate 什麼要update 什麼要downsizing 那往下就是會開始說KPI 那就是階層式管理 那最後才去說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玩 要怎麼去實作出來 它是由上而下 那Bundant Up基本上 Bundant Up基本上是由上面 就是我先去畫一個目標 但是我畫這個目標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那我畫出來之後 我馬上跟大家去討論 就是讓子彈飛一下 就是我們可以去討論 就是做這件事情到底需要多少的resource 那各個部門有什麼看法 裡面有沒有社群領袖 有沒有人可以給我出更好的答案 那我跟大家討論完之後 我才會去處理這個東西 那這東西我基本上在很多企業都卡在這邊 就是它沒有一個很好的這個空間去討論這個東西 就是它甚至無法發掘人才 因為對這些在傳統hierarchy的架構裡面 你說你是維運的 你就是你們整個部門就是指揮維運 你是軟體開發的 你就是指揮軟體開發 但事實上我們很多的人才是會從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 但以往其實缺的都是這樣子的機會 像之前我們去辦了一些在企業內部裡面 就比如說微服務怎麼開發 比如說怎麼把session這些東西搞定 就是怎麼把封閉的系統改成微服務改成開放性的系統 那這個人才基本上是 就是做得最好的是一個微運s400的部門 那這東西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有時候你的人才會在你意想不到的部門去出現 而且反而它玩得比別人都好 但是我們常常沒有機會去發現 但是讓子彈飛一回就是這個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你可能 我們現在環境變遷或是說商業策略變得這麼快 你的人才永遠會來自於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尤其是在組織內部 甚至你認為的外部顧問可能都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也發現好幾次就是你其他人請外部顧問 但其實最好的人才根本就在自己組織內部 那這裡面就是我有目標 然後我把跟大家去討論 然後這邊講的是銀材制 銀材制就是說我在玩一個solution 我不是一人一票把它投出來 而是我在討論的過程中 我去發現誰是一屆領袖 他有沒有追隨者 那在中間我就會很容易去形成一個強而有力 推動內區的組織文化跟部門 我可以去發現很多的人才 那在下面的時候就是我才會去決定說 怎麼去engage 怎麼去始作 那這個過程是很長的 因為這邊可能是一個就是高階長官 他可能一週顧問團隊一個月就是把經營目標定下 那這邊其實基本上就像剛剛講的 他有很多的可能是辯論 或是去收集意見的這些場合 那這就是top down跟button up的一些差別 那我常常喜歡講這個故事 就是二戰中途島三一 中途島三一裡面就是這艘 New York town 約克城號 航空母艦他被這個日軍擊中 對 那他被擊中之後大家都會 日軍去思考 就是你要修復這艘航空母艦 你應該至少要花90天 90天為什麼 90天你要有一個總工程師過來 然後做評估受損 然後再製土 然後再叫料 然後再排班 就是什麼工班什麼時候到位 所以大家覺得大概90天才能去修理 但是事實上這個美軍根本就不是這樣幹 他把它開回這個夏威夷基地 還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所有的工程師就是全部上去 你自己看到什麼修什麼 那他其實是做了一個training 在日軍裡面就是階層室 就是我一個總工程師 我出來做壽型評估 教料每個人的R&R是很明確的 那在美軍不是 他可能是我的每個工程師 我都跟你總工程師一樣 我都受過怎麼去做 就是整體計畫修復受損評估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做這樣 就是你們全部上 然後你自己看到什麼修什麼 他不需要有人去做指揮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其實花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東西 尤其是在我們新技術導入 或者是說我們在玩CICDW 花最多時間是在溝通這件事 那這些溝通就來自於說缺乏了很多的像training 所以就是如果我覺得我相信我的人才 他應該就是可以在某一些場合 就是不需要說我一步一步跟他怎麼講 都是寫一個很完整的plan 就是才落實 因為很多的東西或是計畫一定趕不上變化 那如果計畫是有一個人做的 就會像剛剛講 就是如果東西走偏了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去隨機應變 那這就是一個 90天跟68小時的一個故事 那再來這個open leadership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激發 就是激發人才的潛力 那像剛剛講的就是有五個主要的因素 然後再來是說因材質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一些標語或條列的東西 那實際上怎麼做 我後面會舉例 那靜音制度我覺得算是一個 比較像古代 古希代或是雅典 他們在辯論的時候就是 我有一個思想出來的時候 那我有一個很大的集會場所 那大家就去談 那在談的時候他不會說 我的職位比較高 或者說你的職位比較低 就是我們大概就是像 意見領袖的方式 就是你講的東西有道理 你可以說服更多的人 你就會得到你的這個所謂的追隨者 那這些東西就是你可能在 之後主導這個案子 你可能就是一個意見領袖 或是在這個領域公司內部 大家就會知道 你是看到這一方面的專家 所以是一個比較像是一個辯論的場合 那找到社群或是意見領袖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裡面當然就是會 有一個就是 有一句話就是這個 駱駝就是一群人設計出來的 就是或是說兩個人拿著一隻棒球棍 你永遠敲不出全壘打或是安打 他不是說一人一票去決定 或是說我不想得罪人 所以我把所有人的意見整合起來 那以前我們在很多傳統公司開會上 我不想得罪所有人 所有人的東西 function request 我全部收進來 做出來就是就是落頭 我本來是要設計碼的 結果最後變成一隻落頭 那這基本上就是說 我沒有去消化吸收 或者去理解 眾人的意見 而只是把眾人的意見統合起來 那大概就是 產品做出來就是會比較 比較似不向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很常 剛剛有講說我們在社群最大的好處 什麼是code review 就是有人會去幫你看你的程式碼 那這邊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open organization裡面 可以去假定就是程式碼其實 基本上是你的意見或是你的決策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抽象一點 那以往很多在code review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人比較激烈 就是我寫的東西就是最好的 就是你說我寫的不好 你就是 它的反應就很大 就比較無法這樣子去接受 那其實反過來去思考在社群就是 如果我寫了一個方言 那後面有人就是有 可能我寫了20行 有人用兩行就處理掉了 那我是不是就學習到這樣子的東西 我可以在一直迭代的時候去看這樣子的東西 那其實在意見也是就是 我們原本就是這個 JuneX也說他原本想要收購一個東西 收購一間新的公司 或者是開創一條新的產品線 結果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一般的工程師就是很 很基礎的這個工程師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做這個決定是不對的 你根本就不應該去買這樣子的產品線 那後面也就是間接證實 就是時間會證明嗎 就是說其實當時這個工程師的決定 是對的 所以你就說你 大家都會覺得做決策就是一小票的人 或者是在某個位置的人 但是有時候有最好的想法 可能是來自於你想不到的一個直確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到底怎麼做呢 就是比如說我們公司有 一萬八千人就是怎麼能這樣動不動 我就搞一個場地 或者是線上會議然後去聊這些未來的發展 那其實在Rehe比較多的時候是email 就是這些email就會去發 就是那你有時候就是這個email很長 這個群組有很多東西在聊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做決策 聊到一個程度的時候就會有這個像 線上meeting 然後會把相關的這個焦點群組就會找出來 那我們就會才會約一個meeting 所以在Rehe這個信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那很多東西都是去在討論跟你自己本質 這個R&R跟這個RAW沒有關係 比較像是就是一大堆的這個聊天群組 然後在每天裡面在討論就是每個人在意的 那你開心你也可以發 你也可以去起這樣的會議 就是小到就是我們應該不應該買什麼 像奴隸制的咖啡豆產區 這種東西其實都在討論 好那再來就是怎麼樣去領導就是新的新的劇本 就是我們在做一個決策的時候 常常有這個內部跟外部就是我們常常遇到 這導入新的這個所謂技術平台的時候 遇到什麼就是AP團隊他自己覺得說 他自己覺得我可以去起案 那在起案的時候他裡面有新的技術 但是以今年的預算我可能是我明年他才會上線 所以他的正常的邏輯他會說 那我明年再讓圍運團隊知道這件事情就好 那到了明年這個圍運團隊就會就會嚇到 就是說怎麼下個月有一個我完全沒有聽過的技術 然後要丟給我圍運 那這樣子的問題就基本上就是 他在一開始做這樣子的決策的時候 他沒有把這個沒有做好他的風險衝擊矩陣 他沒有把所有的Stateholder都找來 就是我要導入新的技術但是因為我是AP部門 然後我目前只想要解決我自己在可能面對BU的問題 然後我只思考到開發環境 那圍運團隊是有另外一個部門負責 上網可能是有QA team或是其他部門負責 那這裡面基本上就是為什麼這個章節是冰與火之客 就是這樣就是很多的技術的衝擊文化的衝擊 那都是因為就是沒有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把所有我覺得有INPAID的人全部都找來 那後面在落地的時候 與其說是解決技術問題 就是很常是在解決這種就是R&R 或者是說怎麼去可持續性的圍運這個議題 其實更多 那在我們傳統的組織就是這樣 就是有可能有product manager 然後有這個圍運 team 然後有這個開發的 那他們基本上就是這三個組織的KPI 都不一樣 所以常常會發生就是互相不理解 互相不理解就是我圍運的 我就是把我自己的KPI做好就好了 那開發team或者是說在產品這邊 比如說我要新的需求 比如說我要更好的推波訊息 那工程師團隊說我要導入卡夫卡 那圍運團隊說光我批事 就是我的KPI裡面沒有要我去學這個新的技術 很多的gap就是卡在這邊 就是我要導入新的技術 那圍運團隊沒有 就是因為他們三個的KPI就是完全不一樣 就是這怎麼兜在一起才會 就是很多的這個倉股效應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KPI就是他們可能就是往上又是有人給他們 就是我做好這個KPI我就拿到我的薪水績效 那你為什麼要強加本來不是在我KPI的東西給我 那就是組織文化很常去面臨或是探討到的問題 好那這個open culture的部分就是我們大家都講 就是什麼從Netflix Google這些東西來 就是我怎麼去跨職能團隊 就像跨職能團隊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就是一個人他會很多角色的事情 就是我又會微運 我又會開發 我又產品設計 我又需求分析 這樣是最好的 那其他的意思就是說我把剛剛上面那個倉股效應的去組成 就是我一個微運團隊 我是服務多個小的微服務團隊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在我們 在今天因為微服務這件事情 讓這個東西其實是更有可能發生 因為像之前我們聊像SRE 聊自動化或聊這種什麼agile的方式 你沒有微服務在裡面 你要用傳統VM的東西是很難去處理的 所以這已經是一個像是技術 他一開始覺得微服務就是從技術面很簡單 他就是更輕量 那他這算是一個量變產生質變 讓以前很多的東西現在都變成可能 那這個可能包括說像小團隊的成立 就是像剛剛可能顏色可能 BU 然後跟微運團隊跟開發工程師跟外包或是QA 他們組成一個team 那也就是說這個小的team他的KPI可以是一致的 我們的KPI就是說我今年底我就是要把這個行銷系統模組上線 我要就是帶來更多的生意 那我做的這件事情的KPI 這些人全部是一條船 那假設這個團隊可能是 他是客服團隊他是CRM也是一樣 就是這個小的團隊他是有互相制衡跟合作的關係在裡面 那我們常常就講說你給人家責任就要給人家權利 就是這樣 那剛剛講說如果這個團隊他的KPI就是我要把 我為了符合KPI我要多引進可能 今年要引進1萬個新的商品 那他這幾年他就有相對應要去微運的東西 或說他要採用新的技術 那在客服團隊 客服團隊他可能就是我的Code Center 我要接受客服滿意度 所以這兩邊一定是有關係的 那他要去制衡 制衡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兩邊的KPI不一樣 但是他的KPI如果他做得不好 會影響到這邊 這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代理了一個客服率很高的產品 那客服團隊是不是就是 是不是就是很suff 就是他會一直接到這次客服的電話 那基本上他就要有個權利 就是說 就是說你做的事情會影響到我 所以在系統上面 我即使我是CIF團隊 我應該是有權把這個 把一些東西去下架的 就是如果我客服一小時超過多少 新商品上架的時候 我如果客服太多我就可以把它下架 那這是一個舉例就是 讓大家去理解 就是小團隊互相制衡 那這個生態他們就會越來越好 因為他會feedback給他說 你這個東西做得不好 那他就會想說 我到底代理了什麼 新的商品 或是變成怎樣 那小團隊這樣互相互相的運作制衡 他們就是 第一個達到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的project to product 那他們會去精進 那他也會知道他 impact的東西是什麼 那整體的速度 他其實都是會變快的 好這個 ODA就是 如果大家最近看這個 和TopGun的話 就知道就是怎麼用這個 四代機打五代機 那四代機跟五代機的差異是什麼 就是 五代機他會有這些情報系統 他會互相去頻繁的溝通 也就是說如果 敵機或是有目標設施出現的時候 他會去判斷就是這三架飛機 誰上面的飛彈是什麼 那誰應該去區隔這樣的攻擊 那以往沒有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 飛行員自己去判斷 就是我可能 目標出現在他們 敵機出現在他們兩個中間 他可能兩架都 或是說他自己要用這個 無線電通信去做這樣子的規劃 所以在五代機裡面 基本上就是說 他的通訊系統 他可以去整合所有的情報 然後幫你做出一些決策的判斷 那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像剛剛講的 在現在新的技術這麼發達 或者說有這麼多新的技術 就像我們今天的這些議程 有這麼多的新技術在裡面 那傳統這個CIO CEO 他一個人有辦法去快速出 做出這樣子的決定嗎 其實是很難的 那怎麼去收集這個一線的情報 然後去做出一個所謂的策略的價值 他就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剛剛回應到一開始 我們在open organization裡面講就是 你有個想法你定目標 方法跟大家討論 因為一定是一線的這些看法 或說他們的經驗 會有最好的feedback 比如說你一定是去問信用卡 卡住一線人員跟你講說 就是我們現在在卡屋是排名第二 那我們跟第一的差別是什麼 是一定一線人員可以給你很多的feedback 那總比說你自己在那邊去處理 所以說怎麼去收集一線的情報 做戰略戰術的整合 在制定明年的KPI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邊也就工上一下 就是這個Rocky Martin 他也是我們家的這個顧客 那我們協助他在這個F22的系統裡面 讓他的通訊系統提早三年 那他包括說使用了我們家的這個顧問服務 就是open innovation lab 就是我們會去協助他們在微服務平台上面的專案 怎麼導入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跟我們家的微服務平台 那這是19年的成功案例 那基本上這兩個反差就是其實會因到 Top down跟Bulling Up基本上也是講的就是 第一個說他高層主管他沒有去參與 他可能覺得我有KPI 我變了預算然後我交辦了 然後什麼部門他就要去處理 就這樣 他根本就 其實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 到底大家要做什麼 那中間管理就是無法去handle 那這個東西我也很常去發現 但我覺得這可以是跟開源社群去學習的部分 就是我要怎麼把這一些沒有上下階層關係的人協同運作 開會技巧很重要 這個後面我會提 那再來說一線員工訓練不足 就是像剛剛講的我編了預算 然後我明年跟圍運團隊講說 你要接一個K-8S 你要接一個Wave 他根本沒有被訓練過 他就是 他不是叫反抗 他就是說他真的就是不懂 那他會有一些抗拒 或說其實我們當時在AP齊安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讓印發團隊參與 給他在專案開發的時候 他同步也去了解這個新技術怎麼為運 這也是很常 很常我遇到就是 溝通有隔閡 但人家不會跟你說他不懂 然後帶來的一些延伸議題 反觀這個成功之道就是 大家一開始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RNR 而且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比如像剛剛講的說 我的這個KPI就是整個產品模組要上線 他可以要負載更多的商品在裡面 那他就會朝這個東西去努力 那中間有一些東西有變動 因為這個目標他知道 他也可以自己實際上去做調整 那這才是所謂Agile的本質 而不是說把這個RFP寫完 然後大家就照表炒個 那這種專案其實不太需要Agile 好 那這個一個小故事就是 反導到系統跟證券交易所有什麼關係 那第一個是 當然這兩個都是大宗Linux-based的作業系統 就是Ferture 500基本上都是Redhead的客戶 那這兩個是大宗 就是美國軍方跟證券交易所 都是使用Linux-based 那這裡面有一個故事 就是當時這個美軍就是找到Redhead 然後他要解決這個Real-type kernel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我們在用電腦 就是你一定會有那個 Mac的話就是個小圈圈在轉 就是一個AP操作到一半它就卡住 它會Load 因為它別的作業系統在跑 那它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像證券所或是飛彈發射系統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子的延遲 那它基本上就是在Kernel裡面去寫這個Real-time 那它會去寫一個Priority 就是我的這個程式它一定會是優先的 就是不會有其他AP比這個東西更重要 然後去Share它的Loading 去減輕特定系統 不會因為resource不足就卡在那邊 所以它有一個優先權 那Redhead的Redhead是怎麼做生意的 Redhead的核心策略是說 軍方他找到Redhead 那Redhead基本上有很多的正職的工程師 我們請的正職工程師 就是所謂在貢獻程式給這個開源社群 Linis就是一個這樣子建造出來的東西 那我們有一個哲學 Uptreme First Philosophy 就是說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會是社群同意之後 我們才會把它加到產品 而不是說我加到產品 就是說很多的產品都是其他友商可能會是這樣 就是它把社群的東西拷貝一份 那我再去加一些我想要的一些功能上去 但這個東西它沒有被社群接納 那這個其實長此以往會造成很多的東西 比如說我4.2我要加一次我的方權 但是社群可能下一個版4.2.1出來 你自己要再加一次 那4.2.2出來你還要再加一次 那其實基本上你是很難去持續地去驗證 就是你自己加的方權跟社群的下一個版本的區別在那邊 所以Redhead的做法基本上就是 我們自己就是社群的一部分 那社群採納的東西我們才會去發布 所以不管這些東西有多急 就是它一定會合費給社群 那基本上 基本上做到這件事情 基本上就是去解決很多問題 就是為什麼剛剛講的這兩個case都是大宗 就是為什麼是Redhead的客戶 那這邊就是這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 這是Linux裡面的一個模組 那我覺得這是稍具規模的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那我提這個project基本上是 因為我們Redhead台灣 基本上我剛加入Redhead大概19年 19年加入的時候 基本上沒有engineering的缺在台灣 但是後來我們慢慢有 目前有一個Linux 然後也有像卡夫卡的工程師 就是真的是開發給這樣的社群 那我們就去問他很多的問題 那這目前就是實際參與在裡面的工程師 他去做的事 那就是說他們這樣子的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他會有這個 他有這個steering committee 就是他有一個委員會 那你們會去像 我自己本身的經驗比較像是有 像類似PMP 就是他每年就會發說 我怎麼去選就是下一屆的委員會這樣子 那他自己參與在裡面 那我就做了很多給我的一些feedback 就是讓我去了解這個社群是怎麼在運作的 好 那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這個是 這是K8S的 這是K8S的steering committee 那大家可以看到像 像它裡面就會去寫就是 裡面包括說某一個公司它可以佔幾席 那這裡面基本上我自己的好奇就是怎麼 這些委員是怎麼來的 那怎麼去處理 那裡面可以看到說 我們去運作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第一個像你的GitHub 你要錢嗎 你要去放source call 你要通訊軟體 你要開會嗎 這些錢要誰處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也就是說我們把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運作到大的時候 那它甚至就是也會有實體活動出現 那這後面都是有一些金流在走 所以比較大的東西它都會捐贈給像 Apache或者是CNCF基金會 來做這樣子的運作 那每一個 這兩個差別就是每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它去寫 包括說 包括說它怎麼去 怎麼去投票 怎麼去選舉 你怎麼成為這個committee的議員 你的貢獻度 那這邊就是Kubernetes Steering committee 你的選 就是你怎麼去投票 你可以提名你自己 那包括說 多久要交替一次 有點像我們在選立委差不多 那每個社群它都有它自己的版本 就是看小跟大 那跟它後面的 運作的這個基金會也是有關 那它裡面有這個 很有趣就是 50項貢獻 那裡面包括說 所以大家說我們在玩這個社群 不見得說我寫call才叫貢獻 你可以去review 你可以去審核 你可以去開問題 都叫貢獻 那它裡面就會有去寫這個 它的這個dev status 這個很有趣就是 它怎麼去評估你有貢獻這件事情 就有點像我們的組織怎麼去評估有績效這件事情 那這些績效是 你下一次可以成為 就是被選舉的 被提名的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所以這下面我也放了這一份文件就是說 包括說創建問題 然後審核評論 其實都算是貢獻 那它裡面有寫其他的一些席次或是東西 那目前這個K8S是在CNCF下面 那CNCF又屬於這個Linux的Foundation 那右邊是這個Linux這個Linux 那基本上它 基本上還是這個基金會的社群領袖 那其實剛剛的東西講下來 大家就會去思考 那剛剛那一些公司是 怎麼去運作的 這基本上就是 它比的就是剛剛講的說 在這50項的參與度 所以剛剛有講說 上面的這些公司 包括像Ray Hay 我們其實都是請了政治的人員 投入這樣的社群 那才可以爭取到這樣子的席次 所以其實社群它 後面在這種比較大型的project 它還是有 就是沒有像表面看的 這麼簡單的方式在運作 就是因為它其實是很具規模的 那後面包括 剛剛講的這些議題 那大家都會想要去 左右這個project的 面向 那它裡面有這個 我們怎麼去舉辦 就是我們怎麼去開會 這東西我覺得 很多在台灣公司內部 我覺得都去缺乏 就是其實大家缺的不是 什麼意見領袖技術 而是一個主導會議的人 就是讓大家可以去發言 然後勇於的表達意見 而不是說我開會 然後大家 針對特定議題都沒有辦法 沒有聲音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社群有很多的素材 包括說怎麼去開會 怎麼去期會 怎麼去討論 怎麼去做跨部門 跟在這個場合的時候 可能你跟你老闆的意見是平行的 不見得是有高低之分 講那麼多就是 大家可能會像剛剛講 open source project 基本上 包括下午有很多議程 就是玩open source 或者有很多的發展 質疑 或者說可以有一些貢獻 或說你自己本身就遇到這個問題 但你看到問題 你可能 像我自己 我覺得可能我只有60分 我只能做第一版 但這個問題我需要 我可以把它變成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去吸引更多的人 更厲害的人才繼續投入 只要有很多的人覺得 這個東西是痛點 那這個open source project 就會持續投入 那這個是目前就是由 瑞黑發起的 最新的 就是我自己也是 上個月才起來 那連結在上面 這個叫 Telescope Telescope它是基於K8S上面 要解決自然議題的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那就像剛剛講的 這是一個剛剛成立的 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那大家可以去看 就是怎麼去加入 它要解決什麼東西 它裡面寫的東西就很簡單 它就是說 就是你有熱情就可以參與 但事實上 事實上它應該是要有一些K8S 跟Golan的技術 那我覺得就像剛剛講 參與社群的方式很多種 那你也可以有一些方向 有一些評論 或者是 有一些其他非寫寇之外的貢獻 那歡迎大家去看一下這個 我們剛出來的這個project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我最近就是 跟大家 就是我去受訓 那基本上國外講是給我的一句話 就是如果你覺得 什麼事情你都做好了充足準備 你才可以往前 那基本上就是 只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速度不夠快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就 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那看各位有沒有什麼想提問的 謝謝 請問大家有沒有問題要問 Catch 謝謝 謝謝分享 我好奇想問的事情是 因為這是跨國的企業 然後剛剛有講到就是 Red Hat其實是很鼓勵 大家就是參與議題的討論 可是我聽過的事情是說 比如說台灣人可能會因為民族性的問題 就會比較不參與 那就是好奇就是想問說 那在台灣的公司 有沒有針對這一塊怎麼去鼓勵 還是其實沒有 其實是在比如說 真才的時候 就去怎麼樣去發掘出 這樣願意分享的人 進入Red Hat 謝謝 這東西基本上有兩個方式 第一個說 在一個企業文化導入的時候 像我最近去某間公營 那我們就是也是做了一個活動 大概連續六週吧 那在六週 基本上會由Red Hat的顧問 去跟他傳授這樣的技術 或說看我們怎麼去討論這樣的方式 那我們這個活動結束之後 人家就是這些高階師 然後問的就是說 那你們走了之後 我們走了 基本上又回到原本 就是我本來還是做微運的 我才不會因為 我多學了這個CICD 然後我就主動請您說 這個CICD以後由我來看 那這東西就是某一些 剛剛講說 那一開始我覺得還是要讓高階長官知道 就是剛剛講說 我的從上面高階長官就知道我們在幹嘛 他就知道是敏捷開發是什麼 那這東西最近有一個新聞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台灣的某個很老牌的電商 最近就是搞得不太好 那這東西是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這些業務單位要陪我們導入新的技術去玩 那反觀為什麼大陸的電商 大陸電商就是所有最新進的技術 全部他們都在使用 分散式系統 微服務架構 人家找起來 因為他市場有利基點 他有 他的人口13億 他不得不 那在台灣也是很多先進的東西 他就是用在博弈產業 為什麼 因為他從業務面就有這樣的需求 那如果你 你如果一開始 就像剛剛講說 那台灣就是我們人口很少 我們的TPS 1800就很夠了 就是幾台VM不夠再開一台就好 他就是溫水煮青蛙就死在那邊 所以我到第六週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跟這些高階長官說 我們怎麼去玩 你的競爭對手在哪 你要讓他知道 這個新的技術是 可以解決你商業上面的這些問題 那回過頭來就是 有業務驅動 有預算 那大家才會願意去倒 那這個過程中就是一開始就是 如果我們永遠都是幾個工程師 怎麼去談 那這東西永遠在技術層面的探討 那怎麼把這樣的議題 丟給高階長官 那就像剛剛講 就是你現在 他要去承認說 其實你現在很難 越來越難一個人去做所有技術面的決策 那你應該要 有這樣子的場合 那我覺得這個 從高階長官 願意做這樣的活動 那你就會有一些 不管官方或是官方或是正式 那或是說 找像 剛剛講我們這些外部顧問去探討我們怎麼去做事 那進而 裡面找到 一兩個 一年找到一兩個社群 這個意見領袖 在公司內部可以組織各式各樣的議題 那我覺得這個文化氛圍就可以被帶起來 謝謝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那我們接下來如果要找Cash一起聊的話 看要不要到他們的攤位 或是在這邊可以跟Cash聊一下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掌聲謝謝Cash的分享 謝謝